哈喽大家好,我是醉影,今天接着我们的全荒98C灵机版的比赛解说,这张比赛来对灯神和八神月,双方还是全主力对战开上灯神用EX模式,八神月则是AD模式,他是选择了大门首发,这个大门一旦让他摔起来就会非常可怕,现在他摔到了第一次,然后还想再跳再打第二次,哇,头上浮两段,灯神跳也不是站也不是了,没办法发动攻击,使用不出来游历这个优势。 现在大门头上跟一下,剑神还要再摔,他掏下盘了,这是一个连环套路,现在灯神血量不多,八神月肯定是一套带走,不给他留一点残血的机会。 众所周知,灯神残血以后也是非常可怕,现在看第二个回合,第二个回合灯神下一个特瑞,这个特瑞打血伤害非常高啊,其实之前是放在第一位的,现在有了游历,他就把他放到第二位了。 大门开场爆气,灯神又是非常危险啊,爆完一颗气后面还有两颗气在手,看这个情况可以一套带走。 因为超比啥之后再接招的伤害就,加倍的伤害。 好,再接一招把他摔到角落,接个里头。 最后一点血,估计不用大招就可以带走了。 头上跟近身超大外哥一点血还是要使用大招的,他不用使用,也带走了。 我以为八神月又要秀黑光了,刚才那个血量黑光好像也秀不了,现在看灯神的板翅梁。 八神月一个角色杀到灯神最后一个角色。 板翅梁一个轻腿七手直接上狐狸。 灯神最后一个角色板翅梁才是他的拿手角色。 前两个完全可以送,但是好像碰到大门板翅梁也有点不灵了。 现在大门又使用了一个超比啥。 后面灯神是不是在等残血啊? 等残血打枪反啊。 其实在八神月的手里打枪反还是很难的。 因为八神月总是喜欢,哇,灯神一个狐狸啊狐出了。 现在使用超比杀击制裁啊,要。 看这个情况是要强反打伤害了,因为刚才那一个狐狸牙是强反出来的,要不然就被地雷阵打到了。 八神月这点血灯神完全可以用强反拿下,在不失误的情况下,希望灯神的不要失误。 现在已经70多年了。 板兵再来个斩裂拳,现在的目的就是挤满下面的一管器满了。 满气出空中再来个超比杀击。 好,一百多连。 中间再做一个中断,再击满下面的一管器。 哦,狐狸牙失误了。 哦,这个失误完了。 大门也完全可以进行强反打,防御反击打伤害,但是他并没有。 哇,他选择蓝支扇霸体躲掉对头的生龙,还来个空袭蓝支扇。 这下应该是修黑光。 好,霸神也用修黑光的方式进行了一个穿三。 现在看下一局。 下一局灯神再接上一笔。 灯神是想枪反打伤害,但是好像今天手感不太好。 这一局灯神还是用游里手发。 真期待灯神啥时候再练一个板器梁啊,把他们再练一个板器琢磨,把他们一架给凑齐了。 好,现在游里开始抓到先机,但是没有气的情况下,他只能这样打一套,然后再套路一个机会。 霸神越,哦,三次CD,晕了,一套掏晕了。 那么这次游里也秀了个黑光。 这允许你霸神越秀黑光吗?灯神也看不下去了,直接打脸。 现在看霸神越的不止火舞。 哦,霸神越开场是沾了个中断,而且是先爆气。 在只有一个气的情况下,他就爆气了。 可见是多么自信啊。 如果能打到对手,就可以连招中再挤满一管气。 霸神的游里,已经不行了。 现在看霸神下一个角色。 霸神的特瑞出手。 特瑞其实在有了游里之后,这个特瑞就没有发挥的太好过,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退居二线之后就不行了,不之后又抓到一次机会。 现在又有气,特瑞进行一个防御反击。 哎,扔,完了。 只能看最后一个板次梁了,不管怎么样,特瑞总是胸门头。 没有发挥的特别好。 现在看霸神的板次梁。 板次梁开场就挤满一管气,师徒。 但是挤满气周不红血,那不是霸神的性格。 现在抄比萨又被怼了一下子。 一声。 空桃红血了,红血,红血但是霸神因为他不连了,他不连了。 他不连,还是被灯神抓到了一个抄比萨,他知道灯神会抢反。 所以说刚才故意中断了。 故意中断,他就没有防到这个下。 三次大招,送走。 接着看霸神越最后一个角色。 霸神。 其实每次都是灯神首先交抢反。 如果是他在,他第二次交抢反,那就特别好了。 可以抢反打伤害。 打这个霸神小脆皮还是很不错的。 但是霸神现在好像情况不太妙。 他可能要先交抢反了。 一个霸神女,灯神果断交抢反,再不交抢反就废了。 再经不起一套了。 现在霸神越并没有抢反,破的抢反啊。 先让霸神爽一阵。 等他手累了,我觉得霸神越就要进行一个抢反了。 现在60多连了,霸神越还没有抢反的迹象。 可能霸神又要积满他下一管气了。 连退大招。 霸神龙飞向脚,霸神龙砍刀手,斩裂全息,又要满气了。 现在已经到了80多连,90多连。 哎,霸神越他仍然没有抢反的迹象。 灯神还搞了一个超比赛,霸神终于翻了。 霸神也是忍不住了。 哎,不小心了。 不是要被霸神给翻了吧? 抢反晚了一点。 哎呀,霸神越,霸神凹了一下子。 好,霸神越拿到第二分。 接着看第三局啊。 霸神越已经连胜两局了,灯神这一局,看他怎么选人。 还是这三个角色。 期待灯神把这个特瑞换成板机昨晚的那天。 这一局霸神越仍然是用大门首发。 来看开场大门对战游历啊,还是。 好,游历先进行集气。 哦,暴力掌机,这个暴力掌机很犀利。 灯神这一局可能也是血向凹了。 再不敢凹就不行了。 但是还是被大门给抓住了。 大门口称之为98中的投机高手。 投机狂人。 你看,一个下中腿就可以接超大外哥。 其实这个在原版中是,是干不到的。 是不能这样用的。 只能在98C中,98C中也是,许多切怕的连招都可以用。 一套衰运游历,然后再接一个超大外哥。 结束了。 还是比较期待98C可以加入像98E那种的招式啊,那种奇怪的招式。 再加上这种连技,那就更刺激了。 现在灯神的特瑞。 哦,前前这一局希望能有戏吧。 看来又没戏了。 开场又被暴戏大门给抓住了。 好几局都是给暴戏大门摔一套,然后就没了。 而且这一次大门气还很多。 他直接使用了一个超杀,拦制扇。 灯神这个人物他有没有强反啊,他也没有办法。 只能眼睛的看着被摔死。 好,红血了。 红血两个戏大门,肯定不会让到红血。 强反打伤害,红血无限放必杀。 哇,灯神也是很久没有让了啊,今天被制裁的太难受。 晕掉以后那就没有了。 又只剩下一个角色了。 现在看灯神最后一个角色出手。 最后一个板子梁啊。 如果这一局霸神又把灯神给直接拿下,那么今天这个比赛确实有点短。 看霸神又能不能把灯神拿下。 哎,落地套路一下,哎呦,大门突然反手抓啊。 这个抓很刺激。 这一局要穿三,而且是要剃头,是这样子吗? 灯神手感不是太好啊,失误很多。 圣龙天地棒拥拳,好有气。 哎,但是空中没有接个跳C,他接了个跳C。 应该是想接跳C帝吧,刚才。 接跳C帝还可以再接招。 失误了。 第四个回合,八神域的不知后。 灯神现在想反三八神域,你看已经非常难了。 只要八神域不给他强反打伤的机会,灯神就很难得逞。 哇,空中风火轮,灯神强反了,又强反了。 这一下是红血强反,感觉应该可以了。 当然今天灯神衔接总是不是太好。 现在飞翔脚拨,天地棒棒拳怼一拳。 哦,你看前冲这个护脸没有护到。 索性灯神又抓到一套,那这下八神域还是要跪的。 只要在角落,灯神就是神。 好的,现在来到第五个回合,八神域最后一个暴走八神。 最后一个暴走八神,又是要拼速度了。 希望灯神率先把八神的强反给打出来。 这样子的话好,这样子的话灯神就可以强反打伤害了,打个几百连了。 但灯神现在又不喜欢那样打了,手特别累。 现在他是一个满气状态,但是没有红血,再被八神挠一下就可以红血。 哎,好挠一下,刚刚好,这八神还挺配合。 挠一下红血了,那就可以放超比杀了,那八神就可以没有了。 这个配合的卫招也是没谁了。 双段升龙,灯神终于拿到了第一分。 还要感谢八神抓了一个C头啊,让灯神红血了。 接着看下一局。 现在比分一比二了,看灯神能不能拿到第二分。 这一局八神约用大门首发还是? 灯神用谁呢? 好,灯神还是用尤里。 其实不妨用暂时用特瑞首发,用尤里打第二个,也是蛮好的。 因为特瑞在没有气的情况下就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啊。 可能现在灯神对尤里比较喜爱了,放弃特瑞了。 哎,现在霸神又开始了。 接身摔一下子。 好,下一个套路,希望灯神不要中,他没有中。 这个套路命中的几率还是很高的。 现在又开始了,霸神又再剑身一个,哎,没有猜到,又没有中。 两次都是掏下盘。 朝比上也给你揪过来,这个无解。 霸神这个是有棒体的,没有办法。 除了远处的波,不能被大门命中,只要近身的,都是被大门命中的。 现在来看灯神下一个特瑞,又出场了。 看这次这个特瑞怎么办。 特瑞现在不妨换一换打法啊,还想使用上一场那个套路是完全不行的。 这次有一个新套路。 折了个中段,快速接到野梯。 然后快速前前压住起身,大门没有防住。 大门是,应该是想试图抢招啊,刚才。 可以看出。 特瑞是终于浪一把了,接着看八神余的不止火舞。 宝器先顶一下,现在特瑞大惯来,也是比较有劲。 人。 哦,前前穿人,想穿人则逆向。 好像慢了一点点啊,对手已经起来了,也可能是快了一点点。 但是非常可惜,这个穿人和双节龙格斗友谊,有着一曲同工之处。 现在看第四个回合,登神的板材梁。 在双节龙格斗中,我也擅长这种前前穿人操作。 哦,下C确认。 落地扔,现在我也开始玩这个EX模式了。 因为和双节龙比较像,我双节龙玩的比较久嘛。 哦,下C确认,板前来忽利亚砍出。 落地反摇,来一个天地帮王拳嘛。 砍刀手,飞下去砍刀手,砍刀手。 这是强反打伤害啊,都要学量一点点。 登神应该不会这样一直连下去啊,因为今天我感觉登神他并不想强反打伤害,看这个情况。 总是中间就断了。 圣龙波。 哎,圣龙砍刀手。 砍刀手,砍刀手,这样子就断了啊,没有集满下满一管气,但是他看起了一个打击头。 这个招式对手防御是没有用的,也是属于菜。 50%的纪律命中,这一下他就命中了。 如果登神偷下盘的话,是不会中的刚才。 接着看第五个回合。 第五个回合,看八神越下一个八神,又来了。 其实在拳皇98C中很多都是猜啊,把对手打倒之后,对手猜你要出什么招。 现在登神率先开起来强反。 第一次开强反的话,情况不妙。 因为八神不会这样让他连下去啊,因为八神还有强反,没有交代啊。 但登神试图先爽一阵啊,先多放点大招吧。 砍刀手,空中抄皮杀,八神强反了。 八神现在就不让登神连了。 他看不过去了。 哦,闪一下。 看登神能不能抓到第二个机会。 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 但是抱着八神的速度快。 哦,还是被八神抓住了。 看次三比一,要结束了。 啊,结束了。 大家来不关注,每天更新精彩对人视频。